大家好 回到祖国已经三四天了吧 四五天了 谈一谈这次回国的感想 由于这个疫情回不来 那么整个四五年都没有回来 我觉得最后一次应该是2018年还是2017年 那就整个这几年都没有回来了 有些变化 有些感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一次我是从日本出发 经过台湾 在台湾只待了三天 然后到了泰国待了八天 然后从泰国回来的 上次做过一个节目讲到中国签证难的问题 我讲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签证那么困难 我在那个视频中还抱怨 说这一次的中国签证 使我感觉全世界最贵 最困难 对 怎么怎么艰难的签证 讲的也发了一通牢骚 后来她发现 我那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我那是已经是非常非常顺利的了 我在飞机上有一位小姑娘是缅甸 这个华裔的缅甸人 她还是在为中国的这个签证处做翻译的 她都跑了四次 因为澳大利亚的华人就说是跑了十一次 我那一次就搞成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而且价格也是这个不算贵 那还有更贵的 而且其他的国家的这个签证 就是价格都在上涨 这个卡中国人 赚中国人的钱 他们一上涨那中国也上涨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是小屋见大屋 不了解情况 那么从这个台湾来说 我觉得台湾的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物价稍有上涨 当然这一次不是在台湾竞选的时候 而且我也没有跟人联系 所以我是安安静静的 在台湾待了那个三天 见了两位朋友而已 泰国说虚拟话变化也不大 整个这个物价 整个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变化都不大 唯一变化大的就是游客少了 游客明显的少了 明显的不如以前 这个我在其他视频中也讲过 从这个泰国回到中国 我做的是这个亚航 从这个台湾到泰国也是做的亚航 说虚拟话我对亚航是有一肚子意见的 以前的话亚航啊那个 他想尽办法赚你的钱 行李啊 有没有回程机票啊 我是被亚航破强迫购买回程机票 好几次 好几次 都是上飞机之前说 那你没有回程机票不行 你一定要不定 上次我这个奔驰老师也是被压榨一次 但是现在呢 也许这个不是马来西亚的亚航 也许是泰国的亚航 要不就他们进步的 要不就是这个亚航不一样 这一次的这个泰国这个亚航呢 我觉得服务是相当的不错 我是很满意的 上飞机之前 首先是要不要核酸检测 这个事情我还很紧张 特别自己就买了一个 这个测试核啊 那上飞机之前不要 但是呢 必须要用微信 扫他的健康码 要用微信扫 OK那我就说 我是外国人 我没有微信怎么办 他说没问题 我帮你装啊 他都很好 你把护照给我 你把电话给我 实名制 我给你安装这个微信的 这个APP 现在我明白了 中国是要用微信 和这个TikTok 跟这个抖音啊 要这个统一全世界了 要改变全世界了 这个整个游戏规则 会有微信跟这个抖音 来改变整个世界 OK 回到这个中国的话 一样的 就说哎呀 你上个填的这个健康码 这是用英文的 我们看不懂 你要重填 要填中文的 我也装看不见 我说对不起 我眼睛不好看不见 那小姐姐倒是挺那个什么的 就对着一下一下 帮我填好 重新填一个健康的这个 出镜 出镜排队 我也不想排队 因为哥哥在外面等嘛 然后我就把那个记者 正亮出来 说是记者 有没有人优先一下 那警察一看是记者 非常紧张 跑过来 把镜子正看一看 然后说 把你签证给我看一看 我签证看得像 你拿了Q2的签证 你又是记者 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现在回来扫墓的 我确实是回来扫墓 我确实是回来探亲的 但是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 但是根据你这个签证的话 你只能够排队 OK 你不能游线 因为你不是工作 排在前面 拿到我后照 九龙又龙 比别人的事件长很多 我后来问了一句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就多看看 从整个这个过程 等我一直回到落地 静观 到了长沙 见到哥哥 带我坐地铁等等 我在所有的这些 跟中国的有关部门打交道 这个有关部门 不是说坐公共机车 这个后面我还跟银行 跟电聘公司 跟这个公众处要打交道 都是一些 也算是 算是机关打交道 我一个共同的感觉 就是两点 我这次回来的感觉 跟以前大不一样 以前回来是热烈欢迎 最开始回来是 争取动物大熊猫 OK 那你说是海外华人回来 还有什么优待 还有什么优先 还有什么特殊的一些 总是觉得你是 海外华人 那你不同吗 对吧 觉得特别 慢慢慢慢的 就不行了 那么这一次回来 整个感觉就是两个 第一 幸灾乐阔 怎么样 吃亏了吧 现在足够强大了 你们这些在外面的叫花子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当然你为什么要出去 现在上当了吧 现在后悔了吧 现在想回来了吧 这种幸灾乐阔这种心理 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得出来 我们强大了 我们牛逼了 你们这些在外的这些 这些流浪狗们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这是一种心理 第二种心理就是 我们中国人强大了 我们不怕你们外国人 我们不鸟你们外国人 它就是要在你面前 走都要走到你面前来显示一下 脑子是中国人 你外国人又怎么样 就有这样一种 一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 我到这个营业厅去 办这个电话什么东西 把它护照拿出来的时候 如果是以前 人家看到故障的一瞬间 他会 啊 赶快喊上级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他会有一种矜持 有一种 觉得你不一样 你现在 过这亮出去 那个瞬间 他给的就是一种 一种 外国人又怎么样 就有潜台子就是那种 他能表情告诉你 外国人又怎么样 就是就有这个种 在这种情 这是我从这个自我的这个经历 从我自己的感觉 感觉到国人在发生变化 对这个外国人的态度 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回来的 这是第一感觉 然后我住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住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地方 父母的这个地方已经被化为这个湖南师范大学 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 外面这个绿色的成荫 这个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到处都是老树啊 校园啊 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 这里充满着学生气息 走过去是球场 那球场打球 这里听不见 非常非常安静啊 这想起我这个这个小时候奋斗的那种 那种时光 读大学 那种大学生啊 那种对将来的人生冲锋的这个这个 这个憧憬啊 这也非常非常适合我这个心态啊 这个环境 真的我刚才讲过了 到处都是绿色 而且呢还很安静 到了晚上真的很安静 我老爸在里面那间房间啊 我稍微隔一下阴 我录音都可以稍微 因为我这个房子特别的高 这个是以前老苏联时代的房子 你看看有多高这个顶啊 我估计三米多都有 非常非常高的顶 所以说我只要这个稍微做一些吸音隔音啊 做个小小的冰盆 我都可以在这里工作 就是有这么安静啊 我非常非常喜欢啊 这个人啊 以时为天啊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便宜 吃东西便宜 我们这里因为是学生城嘛 那个真面出去啊 全部都是吃的 一条街 一家挨一家 一家挨一家 我想我就是在这里住一年 也没有办法把每一家都吃 吃透 太多了 而且非常便宜 大家价格比起来嘛 至于我哥哥说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那你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我的办法就是 一般都是买回来 买回来就是用开水洗过一次 就等于是所有的东西 我要拿水泡一次一次 我怕它煮一次一次 把那些油啊 汤啊那些辣椒 全部做的倒掉 就吃了一点 我是这么吃的 那连倒出来的那个都是浓汤 你说这个湖南人吃的多重 口味很重啊 尤其是那个学生食堂 离这里很近 大概200米 走过去学生食堂 下午过了六点半 就十块钱吃饱 其实过六点半以后 因为它不能剩饭剩菜 所以十块钱随便你吃 那就是说在这里吃东西 生活真的真的不是问题 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 而且非常的便宜 你自己在家里做了 真的是花不来 真的花不来这个时间 而且比它更贵 仅仅是吃的安心一点 所以就是我这个办法 洗掉再吃 洗掉以后 那个味道还是很浓 但是你把那些油啊 水啊 那些辣椒啊 那些素料 就至少洗掉一半 以上 只能这样吃 所以这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我要非常非常表扬 我的祖国的伟大发展 就是交通 这个交通现在真的是方便了 因为我的哥哥是60岁以上吧 应该是标签了 60岁以前都是 都是免费 叫爱心卡 我有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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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是我哥哥给我一个爱心卡啊 做这个标签 你像我这里是非常便宜的地方了 在中南工大 在里面里面里面 他在这边开了一个门 开门 一出门就是公交车站 一公交车站可以到地铁 地铁就 四种八种哪里都可以去 而且他的公交车非常的多 大概三分钟五分钟就一趟 很快就来很快就来了 所以哥哥们不要你等 所以交通确实是很方便 而且现在交通的这个 语言 交通语言 就是人们的这个行为规范 也有很大的进步 像以前的什么电电门一开往里面冲了 这现象都没有了 当然也还是有这个人还没出完 就往里面进的 这种人总是有 但是他是在那种不拥挤的情况下 是允许有空隙人进去的时候 还有这个抢座位的事情 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发现有时候会有空座位 还是很多人站着 就不去抢那个空座位 所以这一点确实是 这个很大的提高 另外就是上厕所的事情 这个每个地铁站都有厕所 我这一次呢就是说 一个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啊 就是看到厕所干净不干净 说行李话 所以我特意去用了 虽然说还没有达到 这个跟日本那比 那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啊 但是跟过去比 那就完全不一样 那是那个坐的那个马桶呢 你稍微自己在那摄搜索室擦一擦 或者是垫一垫 你还是可以坐下去 不像以前了 以前的那个公交车站的时候 尤其长途车站 那是你是看到别人的那个 都是那种 拿到一个坑里面一水一冲 那种感觉 吓死人的地方 那现在有很大很大的改进 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新建的这些厕所 很多都连个洗手的地方都没有 连洗手池都没有 所以还是观念上有些落后 但是总体说 交通确实比过去发达了很多 看到到年轻人多 这是我对这个祖国的回来三天 在对长寿的感觉吧 年轻人多东西便宜 究竟还是非常非常便宜 生活非常非常便宜 交通现在方便了 但是呢 总体就是现在中国啊 感觉啊 现在中国 现在政府的一个政策是要 从这个技术上跟人家在竞争 但是呢 从文化上在跟人家在切割 现在就是一种叫做闭关锁国的 这样有这种迹象 在里面啊 我这次回来 我觉得最最不大的不方便 啊 就是说 我刚才讲了 如果说是其他的都像在外面一样的话 我是希望能够经常回来 因为这里究竟是我的故乡 这个房子究竟是我父母留下来的 我是有责任来把这个房子看好 我也是希望那个落叶归根到这里来呢 我自己可以在这做音乐 写小说啊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不对啊 而且生活那么便宜对吧 但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